尽速来撤离 只是俄罗斯总统普钦 似乎打算和乌军硬碰硬 四周的房屋几乎被俄军炮火 以为平地 远处还不时传来轰炸声 这里是乌克兰军 10月初在赫尔松收复的一个小村庄 但当地民众依旧不敢在光天化日下出门 就怕不长眼的炮弹随时会打来 这对老夫妇在昏暗的地下室里住了好几个月 天天期盼击退更多俄军 尤其寒冬将至 筹备冬衣和保暖气聚成了重要关键 现在不论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在和时间赛跑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最新谈话 提到因为乌军顽强抵抗 在盾内刺客每天都有数百位俄军阵亡 他也特地用俄语喊话俄军 不想战死就投降或是勇敢反战 尽管往返赫尔松地涅薄荷撤离船已经停驶 不过俄罗斯持续在占领的赫尔松周边 透过其他交通工具撤离平民百姓 现在甚至连部队都开始移动 普京却说会在增派军力到乌克兰 似乎没有结束战争的打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军持续在攻击当中 目前乌克兰大约40%能源系统被摧毁了 民生所需的水电供应 因此断吹 早给记者李总航 好 继续关注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 我们来看到 说是现在二军已经是摧毁了乌克兰 有40%的能源系统了 这样影响就非常大 因为包含民生经济 用水用电都是需要这些基础设施的 现在所以在乌克兰水电供 也出现了短缺的情形 有一些地区开始要轮流断电了 基辅市长克里契科 他就说俄罗斯攻击基础设施 这个等于就是恐怖主义灭绝行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影响到的 包含像是燃料 水源 以及食物 都是会受到影响了 所以他们现在 估计是提供给民众 有1000个暖气避难所 可是这个恐怕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因为像是供水 污水系统同样 也都会因此而受到一些损害 另外是在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地区 有赫尔松的官员就说了 在俄罗斯的空袭水坝毁损之后 赫尔松也开始出现断水断电 这样的状况了 这个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第一次发生类似的情形 俄罗斯扶植政府说乌克兰是攻击公路 三个高压电感受损 要能源专家赶快来解决 不过赫尔松的首长则是说 在摆脱俄罗斯占领之前 都不会修复供电 他说为什么呢 把矛头直向俄罗斯 说都是因为他们侵略 不会允许修复 最近俄罗斯的战术改变了 用大量的伊朗制自杀式无人机 来攻击乌克兰 那么战力分析再交给作合 好 我们看到俄罗斯近期 也把战略频频的转向使用无人机 因为它其实有一些侵略性 再加上它的费用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所以俄军使用这种伊朗制的 自杀无人机来轰炸乌克兰的全境 所以你看到在乌克兰很多的地区 都有出现一些毁损等等的情形 伦敦的智库就发布了一个报告 就说乌克兰现在正面临到 一个关键时期 因为防空武器 有耗尽的风险 也急需西方来帮助抵御俄军 因为他们使用的就是这种 伊朗的无人机攻击一些能源设施 分析师也提到说 俄军哪近几个月是越来越常使用 这种廉价的伊朗制无人机 来持续轰炸乌克兰的电网 所以影响到一些水电民生的需求 如果乌克兰当地对这个对空飞弹的系统 没有得到这补给或是一些军援的话 那俄罗斯将会重新对乌克兰构成 比较大的威胁 乌克兰的赫尔松基站即将爆发了 有消息就指出 俄军方面可能要撤到这个合作案 难道是打算要弃手了吗 一起来看 乌东巴赫姆特持续激战 不过这些乌克兰士兵的坦克火炮 却是来自二军手中 提到二名昭彰的瓦格纳军团 可能在当地作战 乌军表示其实也没有特别可怕 另外在南部战线 乌克兰记者跟着一组炮兵 记录他们的攻击行动 军车载着大炮就定位 士兵迅速将大炮从车上移下来 确认防卫开始进攻 要能精准打击二军 另外一组空中侦察兵功不可没 来到定位 组好装备 就等指挥部一声令下 无人机就能起飞 然而这次没有等到起飞命令 因为俄军疑似用无线电 拦截到乌军设定好的飞行路线 这个侦察兵小组 只好立刻转移阵地 换个装备再飞 俄军很清楚 空中侦察小组 在战斗中的关键作用 追杀他们也不手软 车上炮弹碎片 急出的弹孔 透露出这组士兵工作的危险程度 跟哥哥小组 苍挖之前 合作为完结枕 正继续打的冤 乌克兰士兵强调这正是他们跟二军的不同点 乌军毕竟赫尔松是反攻在即 现在连俄国总统普钦都要赫尔松居民撤离 俄罗斯指派的当地首长 一再放话说俄军可能全面撤退到合左岸 等于要放弃位在右岸的赫尔松市 乌克兰国防部长 讽刺说这应该跟俄军先前撤出基辅跟蛇岛 一样 明明都是遭到乌军击退 却要强调是善意行动 前线的乌克兰士兵表示 俄军动员新兵加强防守阵地 应该是在放假消息 目的是想要引诱乌军进入市区 跟防守的俄军打向战 乌军表示不会上当 还说这些新来的俄罗斯士兵因为都还在状况外 反而让乌军打起仗来迎面更大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普京再度端出了核武威胁 还拿出了曾经遭到了原子弹轰炸的日本广岛 以及长崎来做文章 更多相关消息继续交给左衡 好 有外媒就引述了消息人士 说现在其实大家很关心 到底有没有可能俄乌战争 进一步的变成核战争 那么在一通电话 是法国总统马克宏和俄罗斯总统普清 他们的通话当中 普清是直接就提及到 这个有关于核袭击 他也说到无需为了取胜 来攻击一些主要的城市 这番话就说马克宏 就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沉重的暗示 普清可能会在乌冬来引爆核武吗 让基辅是完好无损的 同时这也被联想 是不是来达到一些放话的目的 那么他也提到说 如果俄罗斯真的对乌克兰 使用核武的话 那么法国不会以核武器来回应 这个算是比较少见 很直接的打破了西方 对俄罗斯言语威胁的一个战略模活 讲得比较直接的 不过俄罗斯的驻英文大使 安托诺夫他就提到说 其实到现在没有任何俄国的高层 有说过可能会使用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 1 1 2 2 2 3 。